請問郭總會長 這次國台辦張志軍主任 給我們台灣基層善意的回應有哪些 請你為我們說明一下好嗎 好 這一次國台辦張主任 最近來到台灣的一個基層的 一個訪問以及交流 當然我們基層已經 輸出的感受到一個善意 因為這也嚴至於在二月 我去見我們習總書記的時候 特別跟我們的國台辦的張主任提起 兩岸之間的交流 不能夠只限制在兩黨的高層 因為台灣真正的廣大的民意 就在我們的基層 所以他也第一個就很善意的 在最短的時間 而且這65年以來他講的 來訪問我們基層 那當然這一次的網問的一個交流 他深深的感受台灣的基層 台灣的老百姓他是善良的 那麼不管在文化以及生活習慣上 大類類似的一個都是同質性 相同的地方也相當的多 所以他第一個感受 那麼在兩岸的交流 在兩岸的一個交流互動 特別在基層這方面 他深深的感受到值得以及有其必要性 特別在這一次的一個交流中 承諾說對兩岸的經濟問題 是會列為整個他們在兩岸的一個最重要的重點工作 那麼在政治上 我們也說了 現在台灣也不以任何哪一個政黨 談到一個政黨的問題 所以我們基層也特別提出我們的一個建言 從經濟上來增強兩岸的一個穩固的基石 這一點從在國際上的目前我們所受到的一些 目前經濟上的一個打壓 當然有必要兩岸做一個 來落實的一個互動 那麼我們國代辦的張主任 也特別當面的承諾 這一方面一定會特別的加強 那尤其他也更希望說 我們基層裡面的一些互動 我們基層的一些互動兩岸裡面 我們更希望能夠多多的到台灣的一些文化 以及目前的地方社區的一個特性 那麼能夠跟大陸方面多多做交流 有增強在兩岸之間的一個共通文化的一個發揚光大 所以這是我們這一次張主任來到我們台灣以後 我們這一次有感受到它的一個場面 那我再請教郭總會長 你認為中共應加強兩岸怎樣的交流 對我們台灣基層有更大的受惠 請問與我們分享一下好嗎 我覺得中共跟我們台灣之間兩岸已經 我剛剛就不已在談到什麼樣的一個政治敏感的問題 這對兩岸都沒有意義 所以我想中共在對我們兩岸交流的部分 一定要從基層廣大的經濟面 這個台灣目前所有的廣大基層民眾 他所在意的是我們生活過的好不好 是我們的經濟充裕嗎 是在我們的下一代怎麼來做一種 來交流我們的下一代 那兩岸裡面甚至現在 他那一天張主任 國台辦這位張主任也特別來關心 大陸配偶的問題 這表示說我們兩岸的一個 本來是一家人了嘛 對不對 那你在這一個角度下 我覺得經濟上要類為一個優先 那政治上現在都應該把它擱置 因為政治上只能夠讓兩岸更加動盪 而且我想兩岸的人民都不會得到好處 唯一能夠在我們希望中共在從今而後 應該停止政治上的一個較勁 那在武力上的一個競賽 我覺得都應該要適可而止 那麼對於要轉換 變成從現在世界的一個經濟趨勢 在經濟上要共同兩岸來再合作 那麼來突破我們目前整個亞洲 以及世界的一個經濟的一個瓶頸 這是應該在兩岸的高層裡面 在執政的高層都應該有這樣的共識 那我覺得兩岸是會更好的 好,感謝郭總會長給我們做的專訪 謝謝郭總會長 謝謝郭總會長 我也在談羅網 謝謝郭先生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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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鰹蝡 Terminha 謝謝郭 非常 acidic